麻煩你來吃飯鍋的鍋,麻煩你 不管因為你是來到日本 這裡其實是保利一間日食火鍋店 孫爺的日本味噌是老塞婦當年研究的成果 調捨出來的味噌酒釀鍋 就是點來教白火鍋 聘請為日本老師來到這裡 然後把日本道地的風味 展現給我們的來客 還有我們這裡的客人 可以享用道地的日本美食 比較自豪的地方就是味噌部分 然後研究了兩年 就是有紅味噌跟白味噌做搭配 然後搭配肉跟海鮮都是很合的 那也不會就是過鮮 好香 就是跟外面的味道不一樣 然後它帶點酒的味道 很道地的日本味這樣 我覺得這個鍋啊 然後就是它有加那個蛤蜊下去煮 然後就是因為這樣熬過 然後就兩個其實混搭起來 味道其實還蠻合的 而且又帶點蔬菜味 所以整體上我覺得我還蠻推薦這個鍋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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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壽西燒也是老西夫最感到驚悟的另外一項招牌 讓人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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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通常吃法 也讓人家有不一樣的因食香燥 我覺得壽西燒的那個醬油味就是 還蠻濃郁的這樣子 然後就是打配肉的話 其實不用沾醬子就很好吃了 日高壽西燒 日本的壽西燒本身是比較鹹的 那跟台灣人的口味是不合 那他就是來台灣之後發現台灣人很喜歡喝湯 所以他就有特別做了一個日高壽西燒 那是符合台灣人的口味 那湯是可以喝的 來喔 活跳跳的帝王蟹來啦 我呢 哇 哇 哇跳跳的帝王蟹是讓人家帶開的感覺 在台灣 這是最高級餐廳才吃的對 東港恆山的帝王蟹 新鮮甜蜜 更讓人家有新在北海道的感覺 非常新鮮 怎麼說 但是 這個 很有彈性 第一次在台灣也可以吃到這個北海道直送的 這個帝王蟹 感覺真的 還可以做得這麼新鮮 真的是 非常的難得 雖然 像帝王蟹 還有一些松葉蟹 活物 還有生芋片 這種都要提前預定 才能達到新鮮的食材的效果 最主要這個火鍋 它是以湯底的優勢 它用了這個日本的昆布 來喝一些高湯 其實它都是自然相當的美味 最主要在吃的部分 我們期待的就是好的鍋底 然後加上好的食材 今天是孫日式風格 有日本老西湖的正港手機 要東港現上最新鮮的實材 吃飯也跟傳統不一樣 那我們吃菜的訊息 就是先上蔬菜 然後吃菜的甜味 然後之後弄開再上菜 所以呢 我們期待這個鍋 火鍋呢 它的這個 麵食跟飯呢 都是在後面來吃 最主要是去品嘗它的 很甜美的這個鍋底 再加上好的這個食材 比如說牛肉啦 海鮮啊 雖然是孫日式的火鍋店 不過配合台灣人請客的習慣 點來也有大意圖讓客人使用 業者希望 就有專心的經驗跟飲食風格 可以帶給客人最高級的享受 繼續王家聖蔡宏報道